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在家任我煮 今天我准备的是韩式炒粉丝 今天日鸡三味, 清炒, 炒牛肉, 和炒虾仁 首先一定要有的就是韩式粉丝 大部分的超级市场都有得买的 另外就是冬菇 没有你用新鲜的都可以, 甚至不用都可以 OK, 任理的 不过今天我有个快点浸冬菇的方法 我之前已经准备好了 其实就是你把冬菇冲一冲水 然后放入锅中 大约水浸过冬菇就可以了 然后就煮5-10分钟煮滚 然后就关火, 盖盖焗住它 等多5-10分钟就可以了 另外呢, 我们准备一些蔬菜 其实用什么蔬菜都没什么问题的 OK, 你自己喜欢的 我就喜欢脆口一点 OK, 那有很多人就会放些菠菜 但我今天家里没有, 所以没什么所谓 那又是了, 红萝卜 我家里只有baby carrot OK, 没有大条那些的 有什么就用什么了 那全部呢, 就将它们切完 那全部呢, 就将它们切完 芹菜又是了, 芹菜又是了 芹菜又是将它切丝 我今天呢, 用了两条长的 那还有洋葱, 洋葱又是了 切, 切丝了 另外呢, 我也准备了一些椰菜 因为我喜欢脆口一点 那因为我呢, 就没有菠菜 对吧, 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绿色的 OK, 看起来好看一点 那你可以用这些 嗯, 海草啊 海草啊, seaweed OK, 我多数呢, 买这种 干了的 即是呢, 人家放在面试汤那些 wakame啊, 一样的 那你拿少少出来啦 那倒少少滚水下去 对了, 那它很快呢, 就会发大了 那我们自己煮面试汤呢 我们都会放些下去的 我自己也是呢, 煮面啊, 又是放些下去 那长期都有一些 蔬菜咯 那不用下下说, 叫起手 哦, 家里没有菜咯 那我就放这些在汤里的了 真的好方便的 那什么都切好了, 搞好了 那当然是切了一些冬菇 对吧, 都是切丝的 有些人呢, 就会拿干水才切丝的 那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所谓的 最重要是方便嘛, 对吧 任我煮嘛, 对吧 那全部切完 那说好了呢, 我们有一碟用虾的 我就比较喜欢用这只阿根廷虾 因为它本身呢, 比较爽脆 OK, 而且很有虾味 煮熟了之后呢, 那些汁呢 所以你一定要买RAW 这只, 生的那只 那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些牛肉啦 我这个牛肉呢, 大约500克 那我会用200克左右的 煮这一碟菜, OK 那全部呢, 就把它切丝 那切好之后呢, 切完一条条之后呢 就放入碗里啦 然后呢, 放少少生抽 醃它就可以了 基本上呢, 就不用放很多味的 因为那些酱汁呢, 今天用的那些呢 都很够味 那大约是两茶匙的生抽 那你拌均匀它 就不用很复杂的而已 因为呢, 它的牛肉新鲜呢 都不会很硬的 而且我们不会煮很久 那有时呢, 如果你买到 有一只叫Black Angus 又是啦 那只特别好吃的 嗯... 炒极呢, 都好像不会怎么老 那样的 好了, 拌好之后呢 我们就看一下 今天主要用呢 就是用两只酱料的 这一只呢, 就是韩式的BBQ 酱料来的 OK 那主要吃的那些韩式 烧肉啊那些 都是甜的 那这一只的 那我觉得这一只呢 煮很多东西都很好吃的 尤其是配牛肉 有时做金箍牛肉卷 我都是用它的 但是它有些少偏甜的 OK 如果你觉得它太甜呢 你可以加少少生抽 不过我今天呢 就选择了用蠔油 那蠔油加上它呢 我觉得那个炒面呢 已经很好吃的了 另外呢 当然不少得的 就是麻油啦 OK 我也是会用这一只八角的 因为它呢 真的特别香的 和我之前煮芝麻糊的 是同一个牌子的 那今天整个面呢 如果没有了它呢 就很失色的了 因为有了它呢 真的香很多的 拌起了面 那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煮的了 那我们要准备好 一煲滚水 OK 煲滚它 好了, 水滚了之后呢 我们准备会下那些韩式粉丝了 那今天呢 因为我是煮 嗯 两个人的份量啦 那好视乎你吃多少的 整包煮完呢 够成三四个人吃的了 都很多的 那我今天呢 只是用一半的而已 因为呢 好视乎你 那个 你煮的粉丝呢 用来当你餐饭啦 还是当一个餐饭啦 那我今天这里呢 煮一半呢 已经可以分到三碟的了 一碟素食啦 一碟虾 一碟牛肉 那呢 根据那个包装的显示呢 它是叫我们煮六分钟的 那但是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 我通常是煮七分钟 因为呢 我就不是很喜欢过冷河的 因为我觉得 用一些冷水沖完呢 它给我的感觉是更淋了些 我就不是很喜欢的 我喜欢它有少少烟烟韧韧 所以呢 我一会录完呢 你就会见到我 直接呢 就拿来炒的了 那其实呢 你都可以一路煮一路试的 因为每个人呢 喜欢那个口感不同的 我喜欢烟韧些 可能你又喜欢淋些 OK 那什么也就是了 在住的期间呢 可以试的 那现在呢 我们在它等着的过程呢 我就准备好炒了些菜先 OK 那又是你看上网呢 有一些频道呢 就是教你烤了它的 不过呢 我就喜欢炒 因为呢 我就不用油炒的 因为我喜欢它呢 保留那些蔬菜 那些本身的味道 因为我觉得烤完呢 就淡了一点 那我通常呢 现在这样 烤开了一只锅啦 扔了些椰菜下去先 那然后呢 炒一会儿啦 然后呢 就会下红萝卜 芹菜 那我下那个次序呢 通常就是哪一只 需要煮久一点 才淋的 那我就先下那样 OK 其实都很随意的 炒到它开始有少少软呢 那我就下红萝卜下去了 那又是啦 炒一会儿啦 那呢 炒了一分钟呢 你会见到那些红萝卜啦 和椰菜呢 都软了身的了 那呢 我又可以 现在呢 加上一些芹菜 因为芹菜呢 都不用煮那么久的 我喜欢它爽口一点 那 下了一些芹菜之后呢 我们可以下 一茶匙左右的水啦 OK 其实都是想有少少精气呢 爆一爆那些菜的 那基本上呢 它们已经可以 煮好了 用来备用的了 那呢 我就将那些菜呢 拌在一边 备用了 那些面呢 还没够的 还有两分钟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等的过程呢 就可以炒了那些牛肉先啦 那又是啦 因为那些牛肉呢 本身都有一些肥的了 那我说很少有的 因为我真的很怕它很肥膩 因为一会儿还有麻油 对不对 那下了少少油啦 然后呢 就下冬菇 和洋葱 爆香它 因为我要留一半呢 因为还有一碟是虾 对不对 那我就分开煮 那其实一会儿呢 我们就会煮好了 那个炒粉丝底的 那其实因为 炒粉丝底的 那个呢 就已经煮好了 那牛肉这个呢 我只不过是 煮好那些牛肉呢 混在粉丝里的 那现在呢 那些粉丝呢 又够了 那我要留起了它 你不可以说 我煮牛肉不理它 要不然呢 你超时呢 它又淋不太吃了 那我呢 正如刚才所说啦 我就说啦 我煮完就用的了 那我就把它 放在旁边的大煲里先 因为一会儿呢 就方便点混啊 因为在锅里呢 你怎么混都不会混到四周都是啊 对不对 那现在呢 看回我们的牛肉了 那要继续炒的 那那个汁呢 在牛肉那里呢 我就会放大约两茶匙 对了 两茶匙左右 那那些冬菇呢 就会有点味 那那些牛肉呢 那那些冬菇呢 都会有点甜味的 那那些牛肉呢 炒好了呢 现在呢 就可以 备用的了 又是 把它推到一边 那我炒了粉丝先 那这个粉丝呢 炒之前呢 我就会剪断它的 那你剪几下啦 周围剪一下啦 因为呢 如果你不剪碎它呢 它炒的时候呢 就是一大抽 你炒了呢 那些菜呢 都混合不了下去 变了就不好看咯 那那现在 加少少那个 韩国酱汁 OK 那大约呢 是两汤匙 那其实你 你下完之后呢 你觉得 味不够呢 你就可以自己调校的 如果你不喜欢吃蠔油呢 你下生抽都可以 不过生抽呢 就不可以下太多 因为它都很咸 对吧 蠔油呢 那我就下两茶匙 那其实口味的东西 因人而异的 对吧 你喜欢下多少 就下多少咯 总之你一路炒呢 一路试味 那就可以了 拌匀它 因为呢 我通常煮菜呢 我就不敢一次过呢 下这么重手的 因为呢 太重手的 就回不了头 对吧 那我情意不够了 就加上了 对吧 那你一路 现在这样拌 拌匀粉丝 记住 不要太大火喔 热热地就可以了 那就是锅 对了 拌匀它 OK 那接着呢 其实呢 这一碟呢 基本上 素食的那一碟 那一碟 那一碟已经煮好了 那当然啦 我们刚才没有浸了那些海 那些海草的 那些海草的 那你现在呢 就可以丢下去了 那些海草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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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它都不用煮很久 其实都是正式做水的 因为我没有菠菜 那些海草的嘛 对吧 那看下去呢 就好看些了 那最后呢 我们当然要加 我们今天的主角 麻油 OK 下多少少都不怕的 两茶匙 OK 因为我们这里的份量 你又不能下太多了 如果不是呢 就很肥膩的 真的 两茶匙其实已经很香的了 那你会见到呢 这个炒粉丝 这个炒粉丝底呢 已经做好了的了 那呢 我们可以上碟的了 那就撒点芝麻在表面 那这个素食那个 就搞定了 那我们现在将 剩下的粉丝 再分多一半 就过去牛肉那里了 那那 加回点菜啦 是的 加回点菜 那然后呢 跟牛肉那里呢 就拌均匀它 因为呢 那里那些牛肉汁呢 真的好正的 那你拌均匀了它之后呢 那整碟牛肉炒粉丝呢 就做好了的了 那呢 真的好惹味的 你不妨试下 因为这里的牛肉呢 真的好新鲜的 变成了呢 煮了出来呢 那些肉汁呢 吸入粉丝里呢 真的好不同的 我感觉 你真的要试下 反正圣诞家 流流场 是吧 可以和那些小朋友 一起煮来 玩一下 一起吃一下 那就可以上碟啦 那之后又是啦 撒一点点芝麻 看上去呢 就会漂亮很多的了 你看看 是不是 漂亮很多的了 那最后呢 我们煮完虾那个了 那又是 加一点油 烧红炉锅 爆香些蒜蓉 那之后呢 就 加了些冬菇丝 加了些洋葱丝 加了些洋葱丝 爆香它 那之后呢 就加了些 蝦仁下去 那这只蝦仁呢 本身呢 它很够味的 所以一会儿呢 我都不打算再加那只 韩式烧汁了 因为那些蝦 里面那些盐粉呢 出了来 再加上蝦那些 本身那些鲜味呢 那些冬菇和洋葱呢 其实都很好吃的 所以我说 你一定要试一下 这只蝦 在Fifty 我们这里 有一家叫Fifty 就有得买的 我相信 其实 其他加拿大的 那些超级市场 都应该会有的 那煮一分钟呢 那些蝦呢 就已经准备好了 熟了 那我就将它 今次呢 就对转了 倒入大煲里 可以拌 其实你不用像我 这样分三次煮的 那你可以一次过煮 一只味 一煲过 一锅熟 只不过我打算 今天 反正煮开 就给你看一下 是吧 因为有时 下蝦 你可以用不同的做法 是吧 不用每次一样一样 那今天呢 希望你 喜欢我为你准备的 韩式炒粉丝 有素食者的 OK 有牛肉 有虾的 今个圣诞假期 不妨试下 下次见 明天 有什么事 明天 有什么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